本节课只能为大家分享 如何用框架思维撰写文案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框架思维 比如说我们平时会看到很多精彩的电影解说视频 这个解说视频的文案看上去好像很复杂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 因为这些文案的结构内容都是有卑率的 它们都是由一个固定的框架组成的 只要你能把这些文案的结构框架总结出来 然后直接把你整理好的内容及想法 灵活地套用到这个结构框架里面 你也能快速的写出一篇好的文案 好 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如何使用框架思维去写出一篇优质的解说文案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流程图 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文案结构框架图 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及思路非常的简单 当你看完这个结构图以后 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电影解说作者 它们的文案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个结构 非常的简单明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打招呼 比如说大家好 是吧 然后第二步就是自我介绍 比如说我是某某某对吧 然后第三步就是介绍电影 这是重点介绍影片的类型和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经典的科幻电影读业 是吧 非常简单 一部电影解说文案的开头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讲电影了 我们不要把解说文案当作一篇文章一样去写 那也会显得很枯燥无味 我们应该把一部电影当作故事一样去讲解 我们知道小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 你去讲一个故事的话 首先要介绍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人物 所以我们在写一篇电影解说文稿之前 就要把它当作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去讲 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 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故事中的人物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了 就是故事发生的整个过程 以及故事中的一些情节演练 如果你想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 很有吸引力的话 首先建议大家先认真看完这部电影 然后用讲故事的方式 把电影里面一些精彩的情节描配出来 当然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要带着问题去看 比如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 故事里面有哪些主角 这些主人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 是喜剧还是悲剧等等 没看懂的话可以多看几遍 自然会懂的 如果你硬是不想看电影的话 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前面介绍的二种方法去写文案 总之你要先熟悉这部电影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也不看 就能写出很精彩的文案 对吧 好 当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 我们就要对这部电影进行一个结尾的点评 比如说对这部电影进行一个点评吐槽 这个点评和吐槽的内容可以去豆瓣网 或者一些知名的电影APP软件里面去收集整理 这个前面的课程有给大家分享过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 就是引导点赞及关注 其实它也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块 这是用来引导观看用户点赞和关注的 为什么要引导他们点赞和关注呢 因为视频有点赞量的话 最会获得更多的推荐和曝光 这样可以提高视频播放量和视频的收益 然后引导用户关注你 其实就是让你涨粉嘛 好 然后我们总体来看一下这个文案的结构 你就会觉得写一篇解释文案真的变得简单很多了 首先是打招呼和自我介绍 这两个地方基本是不变的 然后介绍电影这块 我们解说不同的电影 只需要把电影类型和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故事的开始 我们基本上改一下时间 地点和主角的名字就差不多了 只有故事的讲解过程稍微耗时间一点 它需要你去认真看完这部电影 对吧 然后这个结尾点评也是很容易的 我们只要复制一些网友的点评和吐槽内容 然后稍加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引导点赞及关注的内容一般都是不变的 好 这样一篇完整的解说文案基本上就已经成型了 所以大家只要按照这个框架和思路去写文案 你会发现写一篇解说文案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好 这个就是关于如何使用框架思维去快速的赚水一篇解说文案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恩待着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